大家好,巴西的法院正式宣布 暂时终止了马斯克,也就是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X在巴西的运营 因其拒绝在巴西指定法定代表人 此起加剧了言论、自由、虚假信息等问题的争执 巴西最高法院的法官警告 如果不遵守命令,X将被永久封锁 设定了24小时期限 同时将使用VPN访问X用户处以罚款 根据巴西媒体的说法 周五,巴西最高法院的裁决副本公布 下令暂停马斯克的社交媒体X平台在巴西列伍 原因是马斯克拒绝在巴西指定法定代表人 法官亚利山大德莫赖斯周三晚些时候警告马斯克 如果他不遵守任命代表的命令 X可能会在巴西被封锁 本月初以来,该公司一直没有在巴西派出代表 德莫莱斯在决定书中写道 埃勒马斯克完全不尊重巴西主权 尤其是司法机构 他将自己树立为真正的超国家实体 不受每个国家法律的约束 法官给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应用商店 五天时间屏蔽对X的访问 并表示该平台将一直处于暂停状态 直到其遵守命令为止 还为应用商店设定了相同的截止日期 以删除虚拟专用网络VPN 并对使用VPN访问的X个人公司 设定了每天8900美元的罚款 巴西是Google X一个重要的市场 自马斯克2022年收购推特以来 Google X一直在努力应对广告商的流失 市场研究机构表示 约有4000万巴西人 约占巴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每月至少使用一次Google X X平台于周四晚些说 在官方全球政府事务页面上发布消息 预计X将被德梅赖斯关闭 仅仅是因为不会尊重 他审查政治对手的非法命令 德梅赖斯法官的威胁要将我们巴西法律代表监禁 当我们试图在法庭上被自己辩解时 即使在他辞职后他仍然冻结了他所有账户 X平台写道 我们对他明显非法行为的质疑 要么被驳回 要么被无视 德梅赖斯法官在最高法院的同事 要么不愿意 要么没有能力与他对抗 该平台的此前据巴西政府的命令 关闭账号 包括前总统伯索纳罗领导的右翼政党议员 被指控破坏巴西民主活动人士 X的律师于4月份向最高法院提交一份文件 称2019年以来 该平台已经暂停或屏蔽了226名用户 周五的裁计中 德梅赖斯引用了马斯克的言论作为证据 证明X的行为明显有意继续鼓励 还有极端主义仇恨言论 反民主言论的帖子 并试图将其从司法控制中撤出 马斯克他自称是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 他曾多次声称 这位法官的行为等同审查制度 他的观点也得到巴西政界右翼的呼应 他经常在自己的平台上误辱德梅赖斯 称他是独裁者和暴讯 德梅赖斯辩护人表示 他针对X的行动是合法的 得到了大多数法庭全体法官的支持 在民主受到威胁时保护了民主 周五写道他裁决是基于巴西的法律 该法律要求互联网服公司在巴西有代表处 以便在有相关法院判决时通知他们 并采取必要行动 具体规定删除用户发布的非法内容 以及预计在10月份政府选举期间 会出现大量虚假信息 在巴西即将发生的停工 15年和16年的时候 巴西法官曾多次宣布关闭Mate旗下的社交媒体 这是巴西使用最广泛的应用程序 原因是Mate旗下应用程序 拒绝遵守警方对用户数据的要求 2022年的德莫莱斯还威胁要在全国范围内 关闭拥有程序电报 称其一再无视巴西屏蔽个人资料和提供信息的要求 他命令电报任命一个当地的代表 该公司最终遵宠要求继续在线 那么X前身推特已被多国禁止 禁止国家包括俄罗斯 中国 伊朗 缅甸 朝鲜 委呐拉 图曼斯坦 其他国家如巴基斯坦 土耳其 埃及 此前也暂时禁止过推特 通常是为了平息意义和骚乱 阿拉伯之春以后 埃及禁用了推特 一些人称为了推特革命 后来又恢复了推特的使用 周五X上进行的搜索显示 数百名巴西用户询问VPN 这些VPN可能会让他们看起来像从国外登陆 脆尔可以继续使用该平台 目前尚不清楚巴西当局如何监管这种做法 以及德木莱斯所说的处罚 那李约热内楼大学的数字法律专家认为 这是一项不寻常的举措 但其主要目的是确保法院暂停该平台运营的命令 确实有效 一般来说巴西法律中没有禁止用户使用VPN条款 因为封锁和暂停命令的对象不是用户 而是公司 同样在周四晚间 马斯克的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Starlink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表示 德木莱斯本周冻结了Starlink的财务 阻止其在拥有超过25万客户的国家进行任何交易 Starlink在声明中表示 这项命令毫无根据的认定Starlink应对X委线征收的罚款负责 这项命令是秘密颁布的 没有给予Starlink任何巴西宪法所保障的正当法律程序 我们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代表Starlink的律师事务所告诉美国媒体 该公司已提起上诉 但不愿意发表任何评论 马斯克回复了分享冻结报告的人 并侮辱了德木莱斯 马斯克写道 这个家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犯 最坏的一种 他伪装成法官 马斯克随后在X平台上发帖 运营Starlink和SpaceX将在巴西提供免费互联网服务 直到问题解决 因为我们无法收到付款 但不想切断任何人的服务 德木莱斯在财业中处表示 他下令冻结Starlink的资产 因为X账户中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 不断增加的罚款 理由是这两家公司属于同一经济集团 虽然在警告和罚款之后 下令暂停X的运营 但对Starlink采取的行动 巴西的一些媒体认为是值得怀疑的 目前马斯克已经公开表示 他会谨慎出国 也就是马斯克现在呢 他可能会成为新的 被逮捕的目标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Telegram 电报群的老板在法国已经被禁止出境了 而且呢已经被控制起来 就是用一个案子就可以把你永远安在法国 那么也就控制了人身自由 那么美国的这个X平台 后面的老板马斯克 如果他呢 在相关国家受到起诉的话 那可能会把马斯克也禁止出境 限制在特定国家 所以马斯克现在呢 已经明确表示 Telegram他这个老板被逮捕以后 自己未来出国会更加谨慎 我呢谈一下我的看法啊 首先呢 这次主要呢 还是针对这个巴西反对派啊 因为现在看巴西反对派呢 正在通过社交媒体啊 呼吁巴西的这个年轻人和现任政府对抗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 就成为了一个推翻现任政府的工具 那么所以现在巴西的法官要求 关闭X平台 那现在呢 巴西呢 封锁X平台呢 可能会成为一个多米的骨牌效应的开始 有很多国家 未来呢 也会关闭啊 这个美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就过去美国呢 因为它是全球化啊 很多美国公司因为全球化 在美国本土的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啊 还有在美国本土的很多应用 就随着全球化啊 普及到全球啊 你像什么麦当劳啊 肯德基啊 啊 还有可口可乐啊 对吧 这都是美国本地的企业 但是随着全球化走向世界 推特的啊 像这个社交媒体平台 这些东西也是美国本土 那么它随着这个全球化 也对全世界进行这个 那除了马斯克以外呢 美国现在这个扎克伯格啊 他的这个妹他 就是Facebook啊 原来的脸书 他呢 最近向国会呢 作证的时候也承认啊 白宫呢 向他的平台施加加力 要求呢 进行审查内容 他这样做呢 是为了防止特朗普 在即将到来选举中啊 能够获胜 也就现在的美国呢 对自己的国内这个媒体 也在进行审查 那巴西呢 他这个行为呢 本身呢 也是照搬美国啊 国内这个政治 照搬美国呢 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要求 那么从现在这个Telegram啊 他的老板被法国控制 再到马斯克和扎克伯格 被美国方面那个约谈 被巴西方面禁止 你可以看到 现在呢 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个 社交媒体平台 或者是出现了一个对 国际互联网 国际互联网 进行干预或影响的 叫网络虚拟警察机构 美国有 巴西有 中国有 土耳其也有 欧洲方面 法国也有 那么国际互联网 出现这个虚拟警察机构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的国际互联网 也就是大家想象中的 国际互联网 将不再是无国界的 不再是像2000年以后 那个国际互联网 是真正的 成为了一个 全球化的地方 所有人在国际互联网上 大家都可以通行 畅信无阻 而现在来看 我觉得这个马斯克 他这X平台 在巴西被封锁 是开创了一个先河 也就是说 国际互联网 未来呢 你不能光批评中国 封锁互联网 说中国是什么 闭关锁国 什么中国是什么 强国 对吧 那未来包括美国 也是强国了 美国封锁的更严重 而且美国自己的网警 美国自己的网络虚拟警察 他的执法力度更强 这是我个人的 我个人的观点 也就是说 从巴西这件事开始 你就不要再幻想着 这个世界再回到过去 回到那个荒芜的互联网世界 谁都不来管理 没有虚拟警察 谁在国际互联网上 都可以出现 也都可以消失 未来将不会那样 国际互联网将拥有国籍 拥有国境 拥有国界 这对整个人类来说 是非常重大的 过去国际互联网 无国界 你可以想象马云当年 那就是跑马圈地 国际互联网 现在的互联网和马云 那个时候是不同的 所以那时候 刚崛起的这些富豪 土豪 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 在互联网上决心 但现在一看 立刻被管制起来 而且你这种言论 如果对本国的安全 产生影响的话 你像埃及 就可以临时禁止你 巴西现在也是禁止你 你这些反对派 利用国际互联网 利用这些平台 那散播一些对整体 巴西国内安全不利的信息 那我当然要制裁你 禁止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过去海外媒体 每天都在讲中国 中国在全世界是最孤立的 你不能上国际互联网 那你现在你看到巴西这个事情 美国包括约谈 Facebook的老板 包括马斯克 越来越不敢出国 所以现在实际上 连美国自己 连美国人自己 都在审查着美国的互联网 也就是美国这个互联网 其实也不是完全自由的 那么你可以看到对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过去美国呢 因为拥有这个全球都最强大的这个科技啊 经济啊 文化呀 各方面的一个优势 它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 这个通道向全世界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 对吧 那非常容易大家愿意听 愿意看 愿意享受美国 他所谓带来的这个意识形态 那么他的整个的输出就非常方便 那我就无国界啊 敞开了我输出 但现在你会发现 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实力在接近 美国不再是超强 很多国家对美国所有的信息也在进行评蔽 美国自己也不再自信 美国自己也要对自己的信息进行审查和评蔽 就是美国自己的国内政治也是一团糟 所以现在来看 整个的世界正在回归一个原始状态 回归一个原始状态 也就是拥有国界 拥有主权 互联网将不再是那种 没有国界 毫无监管的一个法外之地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美国他对世界影响的能力在下降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将不再像过去一样能够统治世界 通过自己的话语权来影响年轻人 而各个国家呢 将有用更多的手段来限制美国的文化 或者美国的信息的输出 那如果你可以看巴西开始以后限制X平台 其他的像Facebook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他也有可能会被巴西或被其他国家限制 那么其他的这个中国的啊 还有或者是俄国的一些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他的工具就会来替代美国 那就给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机会 因为美国不是不可替代的 反而是可以给中国新崛起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和宣传的一些工具 提供一个通道 所以从这个意识形态啊 从这个文化的输出来看 现在这个年代对美国 他整体对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是非常不利 不再是全球化 美国的文化也不可能 毫无影响的全部向世界输出 会被屏蔽掉 所以我说美国的好时代啊 美国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21世纪不再是美国的时期了 你从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 最后一点我想说 马斯克呢 他呢不能排除啊 在国外可能会被逮捕 也就是说现在各个国家 各集团之间已经建立自己的网络虚拟警察 那现在很有趣 很有趣啊 就是除美国之外啊 金砖国家 你看这些国家像印度啊 中国啊 巴西啊 俄罗斯 南非 这些国家啊 你可以看 这个互联网上面 是寻求独立的 寻求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所以很有可能 未来像马斯克这些人 他进入金砖国家 被逮捕的概率很大 所以马斯克未来进出金砖国家 进出这些互联网 摆脱对美国控制这些国家 会更加谨慎 而且 我再想一点啊 就是美国现在 他和金砖国家这种互联网上的争夺 可能最后形成什么 形成美国对金砖国家的互联网公司 或者互联网内容的审查 和限制 金砖国家呢 对美国的互联网的内容 进行审查和限制 实际上又形成了什么 形成了双向的一种封锁 你封锁我的 我也封锁你的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美国他就不能标榜 自己是所谓的自由国家了 因为他也对其他国家的信息进行封锁 你看 所以打了所有过去啊 说美国是自由民主 这几个字啊 那些所谓的网红 所谓的每天批评中国不自由不民主 那些国家 那你说现在看 你再批评中国是啊 什么网络的这个强国 被封锁啊 被禁止 获得一些国际互联网信息 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 实际上很多国家正在发生和中国一样的事情 这是个趋势 所以我说这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这应该是大变局 那过去只有中国 而且中国被集体攻击 一说到中国 中国互联网没有自由 中国做的最早 但现在来看 其他国家连巴西在做 你还能单独批评中国吗 连美国也在这么做 我觉得这些人啊 你可以过去找一找 哪些人过去讲中国是不自由不民主 言论没有自由 互联网被封锁 每天在中国互联网上抗议中国言论这些东西 你让他去抗议抗议美国 美国为什么不能把大门敞开 再抗一抗议巴西 南非 为什么这些国家 他和美国也作对 也限制美国的媒体 为什么这个美 美国之外一些国家 对吧 那些法官 一定要限制美国的社交媒体 对不对 为什么 涉及到自己的国家安全 涉及到国家安全 就没有什么民主自由这个东西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过去咱们中国人啊 白口莫变 一看 确实咱们把这个东西封锁了 那别人能上 这感觉很压抑 那咱们就做咱们中国这样 都知道 对吧 那个东西里边有真有假 会影响到中国安全 但是总觉得那其他国家 为什么能敞开 现在就不要 其他国家也封锁了 而且从巴西开始 现在啊 我觉得未来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 发生冲突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加 因为美国不但是强者 所以我就说 从这个事情你可以看 美国不再是世界的一级了 美国正在失去21世纪 这你就理解 你过去专门骂中国 专门批评中国 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这个逻辑 你再好好想想现在发生的一切 有时候真的觉得啊 真的一晃就五年 五年前我上这个互联网的时候 劈头盖脸就说中国 不他妈自由 不民主 到处献这个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推特 所谓的Facebook 每天说中国这些东西 今天你可以看看 五年也就是 就过了五年 美国的自己那个东西也被封锁 巴西也封锁美国的东西 金庄国家基本上都封锁 你看俄罗斯也封锁 而且俄罗斯 他现在审查制度更严 连法国啊 现在都对这个telegram这个东西 要进行控制 法国可是自由民主老家 这位也把这个老板逮捕了吗 要把电报给控制住 大家看到了吗 有时候民主国家呢 他涉及到自己安全的时候 他也走不住了 过去专门批评中国这帮人 特别是这帮法国人 欧洲人 就是啪啪打自己脸吗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发现啊 西方他过去给你所有的概念 给你所有的解释都是假的 都是以西方利益为主 那你顺着这个逻辑 你去找五年前 十年前 十五年前 二十年前 在中国社会 替西方鼓吹自由民主那帮人 你把他们找出来 基本上你就能确认了 确认他们的利益 去他们的利益的契合点 和他们为谁工作 非常有趣的 就五年的时间 变化多大 你想想再过五年 在美国 可能VPN翻墙 也要判刑的 也要处理的 我觉得台湾人也好 海外华人也好 你每天在说中国什么 没有自由 没有民主 每天再拿这个东西攻击中国 像什么到新加坡 那帮新加坡人也拿这个东西 骂中国 我觉得就很幼稚 要么傻 要么就坏 其他国家都把这个东西限制住 怎么就中国 就没有自由 也涉及到国家安全 敞开他们让你随便污污 让你随便鼓动中国国内的动荡 就什么阿拉伯之春 又搞这些东西 中国连控制都不行 这就对了 把中国搞乱了 互相残杀 打成内战就好了 这就你们新加坡人 愿意看到的吗 那你们是何居心的 还有一点啊 那新加坡我都知道 新加坡你不能 有些东西你也不能说 你新加坡也没有绝对自由 所以我说今天这个事 在我看来 打了所有海外那帮华人 每天侮辱中国没有自由那帮人 打了他们的脸 让他们闭嘴 我过去懒得跟他们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早晚要来了 因为美国实力没有了 美国衰落了 既然衰落了 中国做什么 他也一定要做 一定要学中国 因为中国保证了安全 和中国的竞争中 他如果敞开大门 他又没有实力 那他就完蛋了